原住民文化的保留还有传承是需要人去完成的 我们还要来看到是屏隆县排湾族人李文勋 他是一位资深的舞蹈老师 虽然教的是舞蹈 但是他从教学当中 让学生认识传统的民俗文化 期待下一代能够再发扬广大 这支英雄纪舞 是北业国小今年要参加全国学生舞蹈比赛的作品 冰舞老师是场边敲着大鼓打节拍 还要唱歌的这位大叔李文勋 虽然看起来不像 但他确实是一位教了30年的舞蹈老师 李文勋是三地门乡的排湾族人 从小就展现出舞蹈的天赋 高中毕业后 从事与原住民舞蹈相关的工作 只不过此时 在同侪之间 他已经是位老师了 我高中毕业了之后 我就收到那个华州公家的聘书 然后呢 我又当高雄市立德国中的老师 外聘义 我在第一次 带这个民俗舞蹈出去 比赛的国中组 我在第一年 我就拿下了全国第一 后来聘书 后来聘书 编舞对李文勋来说像是信手拈来般的轻松 一切都在脑海里 并且可以立马画出舞谱 那我要做这个串组的时候 都很快 如果一个 吃生味跳舞的人 如果拿到这一本他就可以跳了 他就可以把这个舞蹈跳起来 除了编舞 李文勋还得帮舞作量身打造歌曲 其实应该说是用原有的原住民鼓调 改写合适的歌词 他本来是陆凯族 那我现在就用那个排完族的歌词把它写下去 然后这个是呼歌 我希望小孩子懂文化 你要懂得快 然后又要很认识他的话 那我们就用这样子比较 属于原住民比较白话的平常用的语记 填上去 多才多艺的李文勋 不仅对舞蹈狠在行 音乐美术方面也颇具天分 帮了学校不少忙 这可要让校长按了好几个赞 这文勋老师 你这两次真的是多才多艺 他令人敬佩的地方 学校没有给他多少钱 一节课两百六十块钱 他愿意来牺牲 学校有很多 比如在做道具 他就想尽办法 用最节省的 但是创造最大的效果出来 牧师长是什么 老大 老大对不对 教母语及民俗文化 也是李文勋对学校的贡献之一 其实不论是教舞还是教母语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传承文化 只要有舞台 李文勋会不计报酬 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开始正式的带船出去巡回访问的时候 有一股东西就一直冲到脑子里面说 这个东西不能断 这个东西要有人带 所有的那个文化 我灌入在我的课程里面 我这个人是不自私 对任何的舞蹈 对任何的族群 对任何的请教 我从来没有 我要把我所知道的一切 就是要交给你们 在教舞的过程中 李文勋教的不只是动作 对于周边的事物 也可以让学生学到东西 例如制作道具 我会教他们说 这个应该要在哪里 然后在哪里 那个老人家串的时候是在哪里 或者是后面的在哪里 我们会上 我们就 它是道具也是教材 干我 这支舞即将参加103学年度 全国学生舞蹈比赛 如果能再次赢得第一名 将是北业国小九连霸的荣耀 对李文勋而言 又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递和发扬 民事记者洪明生 频道报导